观察的是日本人巨女王林瀾瑶来台湾宣传的三天两夜 今天下午就要离开台湾了 上个礼拜六来的时候呢 上百位的粉丝到松山机场接机 而今天送机的场面是如何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刘一贤 好主播各位观众林瀾瑶这三天呢 在台湾真的是掀起了鱼杆女旋风 那么在刚刚她已经抵达了松山机场 准备搭乘4点45分的班机返回日本 但是刚刚她抵达机场的时候 由于媒体要抢拍她的画面呢 因此在她的行走过程当中呢 是发生了一些推急的状况 来带您看一下烧照场面 她人超好的 就是我追星到现在她人是最好的一个 对就是她被媒体吓到她一样还是笑笑的 你跟她挥手她还是会理你对 就超好的 对 你喜欢她多久 因为从在世界中心护好爱的时候开始 所以也还蛮长的 至少超过七八年这样 好其实林瀾瑶今天早上是跟着日本电视台呢 到九份式拍摄他们的电视特集 那么下午呢才抵达这个松山机场准备搭机返回日本 不过在这个到达机场的时候呢 由于媒体呢是相当的多 因此她下车的时候呢 走到这个入关口的这个路途当中呢 是有许多的平面媒体以及电子媒体要抢拍她的画面呢 因此呢造成了一些推积 但是她呢可以看得出来 她的脸上还是依旧保持笑容 那么这一次呢跟真的她最新三天的歌迷呢 粉丝呢对她印象也是相当的深刻 都说她是真的是相当亲切的一位明星 但是呢她今天的打扮呢也是相当的朴实 那么这三天在台湾呢 也为台湾留下相当大的旋风跟印象 以上是现场进行 现场镜头叫唤美朋友